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卫造记录隐匿向宴行支付封口费 美东时间4号首次出庭 川普对封口费案调查衍生的34项卫造商业记录重罪指控 该不认罪 根据起诉书 川普2016年大选前违法支付封口费给情色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和Playboy杂志玩伴女郎麦道高 换取两人闭口不谈过往风流运势 以免妨碍选战 审讯中川普坐在律师群旁 食指交叉和掌答辩不认罪 检察官表示 川普一再且欺骗性的卫造纽约商业记录 以掩饰犯罪行为 对选民隐匿对他不利的资讯 誓言绝不会让川普逍遥法外 经过一个小时的审讯之后 法官莫成没有拘留川普 也没有设下开审前限制 表示此案可能明年圆月开审 而法院外除了聚集大批媒体外 已有挺川和反川阵营夹杂其中 挺川人士手举川普式清白的标语 反川者则高喊 没人能凌驾法律之上 双方阵营不实对抢 索性并未酿传冲突 我认为他决定了 我认为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 我认为他决定了 川普遭大陪审团起诉 成为美国首位面临刑事起诉的卸任或现任总统 但他将角逐2024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 且绅士目前领先 不过眼前的封口废案 恐将成为他选战的一大转折点 庄社记者 盈俊杰 纽约报道